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略影时光,我是小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蜡手保姆》 在我们所有人的眼里,保姆大都是和蔼慈祥的中年女人 她们虽然没有漂亮的脸蛋,性感的身材 但却有着奶奶般的温柔 2017年约瑟夫·麦克金提·尼彻电影镜头下的保姆 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形象 她性感又美丽,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蜡手保姆》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保姆 讲述了一段恐怖又搞笑的故事 刘易思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孩 打个针非得哭诉半天,烦得一声都忍不住霸王硬上弓 她因为性格懦弱,天天受到校爸的欺负,嘲笑 阳光明媚的一日,刘易思又被欺负 一个性感小游物冲了出来 她趴在校爸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便把校爸吓跑了 你们以为这是段英雄救美的故事吗? 不不不,你错了 性感小游物正是刘易思家的保姆 保姆的性感美丽逐渐打动着刘易思的小心灵 某日刘易思和同学讨论起了美女保姆 她的同学说,你家的保姆一定会在深夜干着不为人的勾当 刘易思自然不信 于是在这个家里只剩下保姆和刘易思的夜晚里 刘易思决定偷偷地探寻真相 晚上刘易思故意装睡,等待着深夜的到来 不负众望,小保姆带着一群男男女女来到家里 他们热情高涨地玩着真心话大冒险 而刘易思便在楼上悄悄地看着保姆轮流清所有的人 事态突然来了个大转弯 保姆还在打着case,手却动起了刀 从头到顶插死了呆萌男 刘易思一脸地懵逼 原来有一本书里记载着两种人类的血可以实现人们的愿望 除了呆萌男的血还需要一个灵魂纯净的血 自然就是刘易思的血了 刘易思吓得跑回房间装睡 一行人大踏步来到楼上 叽叽喳喳的模样还真是悠闲 保姆用针管抽了刘易思的血,他们就下楼了 刘易思连忙起身报警,还打算跳楼逃跑 恰好被回来的保姆看到了 一行人慌慌张张地抓刘易思 却都巧合地被刘易思给干掉了 最后一个女孩子还是被保姆杀掉了 保姆正打算潇潇洒洒地寻找下一个孩童 却被不甘堕落的男主杀掉了 把整个房子都撞飞了 整部影片的题材相对新颖 拍摄手法独特,故事也非常有趣 莫名地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感觉 对于热爱血腥的仙女们绝对值得一看 我是小影,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略影时光